然後利用ADO新增資料 其實就是傳遞參數 傳ABCD過來 所以傳過來 傳過來之後做什麼呢 就我剛剛講的 如何建立ADO這個外掛 其實非常簡單 我已經把它簡化在簡化了 就只有這一行 叫做SetMyCon 這個MyCon 實際上是我自己定義出來 我自己定義出來的那個變數名稱 這個名稱可以改的 你可以不一定要在MyCon 你叫ABC也可以 那我這個給他一個名 後面等於什麼 特別注意哦 這個是VBA裡面慣用的用法 CreateObject 我現在看一下 應該是可以打個VBA吧 這個應該是VBA裡面的一個方法 VBA點 對 在VBA裡面的一個方法 叫做CreateObject 什麼叫CreateObject 實際上是把外掛抓進來的一次 簡單講起來就是這樣 這個外掛已經在電腦裡面 Windows裡面的Library 韓式庫已經存在了 我指示怎麼樣 把這個韓式庫叫ADODB.Connection 這個外掛有沒有 把它叫進來 它的作用是什麼 就是可以連結資料庫 簡單講起來就是這樣 把這個外掛叫進來 但是你需要去實作什麼 MyCon 它點Open Open嘛 就是去開啟某一個資料庫 那你必須要給它後面這一串 第一個就是它的驅動程式 比如SS嘛 那如果我要開啟那個SS2007以後 一定要12以後的版本 可是這一串沒有人在背的 一定是Ctrl C、Ctrl V 不然你說真的 這一串我要叫我自己打 一定會打錯的 但是理論上我跟你講 為什麼這一行 這個叫驅動程式 後面End Data Source 就是資料庫的路徑 你那個東西放哪裡 那因為我是放在哪裡呢 List Workbook 應該熟悉吧 就是我現在這個Excel的檔案 就是工作簿 點PASS 點PASS是什麼 就是一樣的路徑嘛 所以這一行是 放在跟我Excel一樣的路徑的底下 會有一個斜線跟木木底下 就放旁邊哦 會有一個叫問題E.ACCDB 特別是2007以後的SS的副檔名 一定是.ACCDB 這個固定的哦 所以我跟你講 這些其實說真的 沒有人在床頭打到尾啦 就Ctrl C、Ctrl V就好了 你要知道怎麼改比較重要 OK 再來怎麼樣呢 再來就組那個什麼 Insert Into 問題E 有五個那個欄位 空一格 因為太長了 所以我把它又再換下面 所以後面這個是 這一行在串下面 所以SEQL等於SEQL 就上面這個東西 再串Value啦 因為太長了 有的時候 你如果放在後面 它在折來折去 所以我把它分兩行 所以這個是分兩行 沒有特別的東西 然後再來什麼 把A過來 特別是最後A的前後 一定會有單引號 這個是最容易錯的 A的前後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 B前後沒有 C也沒有 D也有 這個是單引號 單引號 這個也沒有 E也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是文字欄位 然後呢 組好之後的話 最後必須怎麼樣 把最後的SEQL語法 丟給誰呢 丟給SS 所以因為我已經 用ADO 把資料庫開起來了 所以我就可以利用 Execute這個方法 把上面這個SEQL語法 怎麼樣 丟給SS 那SS呢就收到了 收到之後會怎麼樣 幫你去把資料 要新增進去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OK 所以這個沒幾行啦 但是每一行都很重要 你只要以後要跟資料溝通 就這幾行 其實就可以work了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哦 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這兩行貼上之後 應該知道那個那個流程啊 OK 只是說一下子你們可能 要馬上把這些東西 塞到你的腦袋裡面 好 應該不太容易 但是這些東西都活的哦 以後啊 我建議你一定要自己再找資料 來練習過 多練習幾次就OK了哦 而且本來其實程式還更長 後來我是發現哦 好像可以刪的就把它刪的刪刪刪 刪到只剩下這一些 因為在很多書裡面哦 都還會寫什麼 把那個這個物件哦 最後結束的話 要把它set nothing 就是要把它清掉 為什麼要清掉 因為它會佔記憶體 那我後來是沒寫啊 為什麼沒寫 因為早期要清掉是因為哦 以前的記憶體非常的小 才32M64M 現在都多 都不是M了 現在都G了 隨便一插